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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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ntuong是全球白毛駭客相當重要的競賽 每年都吸引全球駭客參與 並挖掘產品漏洞 這場一程將由ORANGE分享這三年來 挖掘Pontuong Taki的心路歷程 以及廠商們公與訪的故事 讓我們掌聲歡迎ORANGE帶來演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安安 大家好 我是ORANGE 那接下來由我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很長的標題 好 首先 關於今天這場演講 這一次我有一個想嘗試的方向是 關於漏洞相關的演講 每次都是用成功當成收尾 當然乃是不成功 人頭上的HECON一定都是成功的研究 會有非常詳細的技術跟很厲害的成果 但今天這場演講 我想嘗試讓它更非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展示 我想更偏重更多在自己 在研究某個目標上面的想法跟見解 那雖然說還是會介紹到一些漏洞細節 那最後也當然還是成功 但我今天更想偏向分享 自己所嘗試過的一些方向 經歷過的一些失敗 還有自己的一些反思 然後這剛好也是一個強迫 我自己整理資料夾的好機會 相信很多人有這種壞習慣啦 就是在工作的時候 資料夾下面一堆A點拍 B點拍 Test點拍之類的 那剛好我可以趁這個機會 把我所有的這個 暫存的資料夾整理 然後變成一場演講 好 安安大家好 我是Orange 那目前在Deaf Core擔任首席資安研究員 那這裡是我的主場 我應該不用做太多的自我介紹 我在很多很厲害的研討會 駭客研討會都演講過 也拿過很多很厲害的獎項 那對我不熟的人 你可以直接Google我的名字 找到更多資訊 好 那首先我們為什麼要看Sono這個東西 那差不多在2020年的時候 我剛好卡在一個非常大的目標當中 然後那個目標是一個 跟網頁有關的系統 我每天都在看網頁的程式嘛 看到有點想吐 然後在那個時候我想要換換口味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遇到了Pung to Wong 那我就挑了一個看起來CP值比較高 然後也沒有人挑戰過的一個目標 好 那在開始演講之前 我想說這個演講更偏向一些 應用層相關的攻擊 那如果你想看一些比較底層相關的研究 例如說硬體啊 或是Trust Loan之類的技術 這邊有一些別人的研究你可以參考 好 這是我們第一年 在2020年的這個時程表 那在Pung to Wong報名截止 倒數兩個禮拜的時候 我開始研究Sonos這個目標 首先我們沒有實體的設備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hacking 都是基於黑箱測試 那我們做了各種嘗試 包含常見的去Fasting這個網站 或是嘗試找它的分位 我們甚至想辦法去攻擊它的任體更新機制 但我們都失敗了 首先是網頁的部分 那由於都是黑箱去盲測的這個狀態 那大部分的一些資訊 都是透過網路上蒐集 或者透過什麼 Dear Baster之類的工具去尋找 那Sonos網頁主要分成兩塊 一塊是顯示一些狀態 還有給開發者的debug用的一些路徑 例如說show status狀態 或者是有密碼保護的這個unlock 以及dv mode之類的 另外一塊則是upnp 那它裡面有數百個sob的action 可以讓開發者去控制這個音響 那例如說你可以透過sob action 去播放音樂 設定音量 或者是創建鬧鐘之類的 好 那這是其中一個debug頁面 看起來非常的簡陋 那可惜沒有像昨天Luxell的講者 一個command injection一刀殺進去 那我有蠻大的信心啦 上面應該已經沒有一些簡單的漏洞了 那雖然說話不能說太滿 但是至少一定沒有command injection 那有的話你可以憑這份演講來跟我換冰淇淋啦 那關於sob的部分 其實有個開源的專案叫做soco 可以讓你直接透過upnp去控制這一台音響 那例如說修改音量 或是播放指定網址的音樂 或是取得正在播放音樂的資訊等等 當然由於sonos就是預設信任所有人 所以其實在沒有防火牆的狀況下 你也可以遠端 把別人的音量改到最大 去reload它 我們在探索這些數百個API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一個sob action 從名字看起來 它會叫sonos去更新 而且你可以提供一個updateURL的參數 那這裡如果我們給這個URL 一個自己的伺服器會怎麼樣呢 我們居然真的收到了一個http的請求 而且有趣的是它的useragent居然還是WGate 嗯 好 那當然基於黑箱的這個探索 一定是最沒有效率的 我們想要跳脫現有的這個困境 我們一定要先拿到分位 那所以我們想了一些辦法 看有沒有辦法去拿到一些現成的分位 可以去研究或下載 那在網路上可以找到一些分位 但是大部分都是舊版的 就算是新版 我們下載到新版的分位 但是那些分位通常都已經加密 沒有辦法透過binwalker解開 好 那我們從下載的網址 我們找出了一些規律 我們嘗試暴力破解了一下 看能不能透過這個規律去下載到更多的分位 好 Orange 使出了暴力破解攻擊 但不幸的是效果不佳 我們也在一些舊版本的機器上面發現 它有一個information leak 就在斜線這個upgrade.log的這個網址上面 那它會洩露出它當時在更新的時候 所下載的這個分位的網址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想法 我們何不蒐集全世界的SONOS上面的這個upgrade.log 就可以拿到幾乎所有已公開的這個分位的下載網址呢 好 所以我們差不多從全世界拿到了數百個網址 並且把這些分位下載回來 但是大部分我們下載回來的分位都是舊的 不過這蠻合理的 因為SONOS在2018年的時候 其實就移除了剛剛這個information leak的這個資訊 但我們還是可以在就是 我們可以拿到的這個舊分位上面 知道一些架構 例如說SONOS的分位的那個架構 橫跨了ON ON64 MIPS 甚至還有SH4這一種奇葩的架構 我們拿到最新我們可以解出來的分位是45.1 差不多是兩年前2018年的分位版本 我們只能基於這個版本開始做研究 我們有了舊版的分位 我們可以開始分析它剛剛這個更新機制的實作 我們發現這個API是設計給分位 over the air用的 它的目的就是可以用來給那些沒有連結外網的這個音響 去給它另外一種方式去下載分位的一個方法 那例如說你可以透過手機或是電腦之類的 那來讓你的音響做更新 那它下載到使用的WGET User Agent非常有趣 那我們在最新的版本也觀察到了這個行為 所以我們透過分析舊版分位裡面的內容 先來了解它的整個機制 好 整個機制差不多就是 當你發一個Begin Software Update的這個請求 到Sonus的Web Server之後 它會透過EXE CVE 去呼叫Upgrade這支程式去做後續的處理 那Upgrade這個程式會再呼叫WGET 把相對應的網址pipe到STDout 並且同步的去解析這個分位 在知道這個行為之後 那我們嘗試了一些攻擊 那由於它可以用WGET訪問另一網址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當然就是SSRF 但可惜的是我們找不到一個好的本地服務 可以去做利用 那由於它是使用WGET 那我們接著想到就是有沒有一些過往 WGET的漏洞可以利用 但不幸的是在這個方向我們也失敗了 那接著我們嘗試了一些關於分位的攻擊 例如說看能不能傳一個帶後門的版本 或是直接Downgrade之類的 但在這邊Sonus除了會用一把RSA Key 對分位進行驗證外 那對於一些Downgrade相關的攻擊 它也會用一組Hash去保護住 所以現場徵求啦 如果你也能破掉這組Hash 可以跟我講一下 那今年Punk圖我們看要不要來對分獎金之類的 好 那我們在嘗試很多手法都失敗之後 我們最終把目標轉向到Upgrade Upgrade本身的這個分位的Parser上面 那由於它就是一支Stand alone的Binary 那吃的又是客製化的檔案 那就感覺像是一個非常經典的CTF Punk的題目 那我們也確實在上面找到了一個 邏輯相關的Buffle Overflow 那我們也成功在本地的QAMU上面寫出Explory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就是無法在最新版本上面的分位 實現這個弱點 那最終我們直到比賽結束 都還卡在這個洞上做各種嘗試 好 所以總結一下我們的第一年 我們有了一個可以打 兩年前版本的這個分位的Explory 但是沒有用 因為不能打最新版 那對於第一年的反思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畢竟我們只有兩個禮拜 那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其實我覺得已經夠了 那唯一可能覺得不足的地方是 自己的逆向速度太慢了 尤其是在C++的部分上 但這也只能放到自己的to-do list上面 就未來改進 好 那講完了第一年 接下來是2021 第二年 有人問為什麼你第二年 還要再看同一個目標呢 那首先我不喜歡輸的感覺 我選了一個目標 然後沒有拿到Preors RCE 好像就輸掉了 那其次是Synactive在當年度的3月 發布了一篇很詳細的教學 去教你如何透過硬體攻擊 透過DNA的這個 DNA attack的手法 去dump Sonos的記憶體 可以學到新的技能 那就可以了解去年失敗的原因 超棒的吧 好 所以這次我們就特地早早的 就把設備買齊 那我們留了整整三個月 來準備這場比賽 好 那關於硬體破解相關的設備的部分 其實我們需要一個叫做 USB3380的一個開發板 那硬體部分其實網路上都已經完售 沒有辦法從Ebay上面買到 但剛好台灣就是一個大的硬體外銷商 剛好其中一間經銷商就在台灣 那我就直接打電話過去問有沒有貨 然後很幸運的在24小時就直接拿到了 那至於說拿到硬體之後 要怎麼去dump出分位 那由於我是硬體的新手 真的是從零開始的新手 我花了一整個星期都還是沒有成功 那最一開始遇到的問題就是 買完硬體之後插上去 沒有反應 那一度來懷疑是不是買到就是壞掉的雞王 貓貓很可愛 好 那之後就是過了兩三天 我終於就是兩三天沒睡 就是一直在找為什麼 那之後才在 某個專案的這個issue下面 看到作者的評論說 欸 這個硬體設備的這個USB端 預設是關起來的 你必須先從mini PCIE的端口 先想辦法把一個分位給燒進去之後才能使用 我卡了一個週末耶幹 好 那我在知道方向之後 那我們就開始去找這個 可以去flash這個USB3380的這個硬體 那由於它的input是mini PCIE端 那我光是找轉接線就找超久的 我去光滑商場繞了一整圈完全都找不到 那本來想說欸 那個人電腦應該有mini PCIE吧 但是現在的個人電腦都是PCIE沒有mini PCIE 那我也把我現在這台筆電拆開 然後看一下它後面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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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硬體接口是不是mini PCIE 但是它是NR2的 所以說我也沒有辦法 那網路上搜尋一輪之後 我發現mini PCIE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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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這個接口 差不多是只有2010年代的這個筆電 才會去使用它 去接一些無線網卡之類的 所以我果斷地跟朋友借了一台SyncPad T430 好 那去借完這個筆電之後把背後拆開 那把那個無線網卡拔掉之後 那終於看到了熟悉的這個 mini PCIE的這個介面 那我開心地插上我的硬體 那準備燒分位的時候 我發現SyncPad有mini PCIE的白名單 那沒辦法接上 除了它白名單以外的硬體 那我們想了幾招去繞掉這個 這個BIOS的這個限制 例如說刷自己的BIOS的這個image就可以繞過了 但是你要刷自己的BIOS之前 你要先Jailbreak這個當前的這個BIOS 但是你要Jailbreak當前的這個BIOS 你又要先將當前的BIOS 降到有漏洞的版本 才有辦法Jailbreak 點點點 反正總之費盡千辛萬苦啦 那Windows總算認出我的開發版 那我們也成功透過這個DNA的Attack 去拿到一個本地的Loot Shell 那整個過程差不多卡了一個禮拜 那我們的漏洞研究 到現在才宣告正式開始 好 那在取得Fenware 可以訪問它的作業系統之後 我們先開始做一些 不用思考的這個漏洞挖掘嘗試 就是無腦的看 例如說把所有跟Web Debug相關的路徑 都先逆向一次啊 找所有呼叫Sinstance的地方啊 那找所有會收網路風暴的地方啊 或者是找一些就是不安全的網的自竄操作 例如說STR CPY之類的 那在這部分我們全部都失敗了 那不過雖然說我全部都看過一次啦 但是實際上我們還是漏掉了一兩個漏洞 那這一兩個漏洞直到第三年 我們重新檢查的時候才發現 那所以說如果有人跟你說 就是有人在做漏洞研究跟你說 欸 它看過的沒動 你永遠要保持懷疑的態度 好 那無腦的嘗試失敗了 接下來我們開始用點腦 首先Sonos是一款無線的音樂播放器 那它一定支援了很多音樂的格式 那在Sonos中大部分的這些音樂格式的解析 都是基於Open Source的專案 那由於音樂格式非常複雜 我相信啦 我相信去Fast它一定可以找到動 但其實我沒有很喜歡Fast啦 就是比起用Fast 我更偏向喜歡用自己的眼睛去找到bug 所以其實這其實比較偏向個人哲學啦 沒有什麼對錯 所以在Fast這部分我就直接跳過了 那我最後選的方向是 我選擇去看 Sonos在解析音樂Metadata 例如說專輯名稱 它專輯的作者 或專輯年份的這個部分 因為那個部分沒有現成的 Open Source的專案可以使用 那幾乎全部都是人工手寫 那所以比起 而且比起前面去看這些Open Source的專案 那學不到什麼東西 直接去看他們開發者 怎麼去Parse這些東西 怎麼去利用 怎麼去 他們怎麼去使用他們自己底層的這些Library 那更可以去了解他們的Coding Style 更了解他們的底層始作 好 那順著我剛剛講的那個思路 我找到了第一個Bug 這個是Sonos在解析這個 MPACT-TS的Metadata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透過 IDA Decompiler出來的 IDA Pro Decompiler出來之後的結果 首先它讀了一個Byte 那並接著 把那個Byte當成長度 繼續讀資料到Buffer內 所以只要Buffer的定義 小於256 理論上我們就有一個Overflow 理論上 那我們點進去看這個IDA Buffer的這個變數的位置 欸 看起來只有0乘D0 小於256 感覺有搞頭 這個團體好像過氣了 好 但我們怎麼戳 都戳不出Crash 那直到我們真的使用GDP下去之後 所以才發現 欸 在第二次讀之前 這個程式會先把SP 根據前面讀的這個長度拉大 所以實際上我們被IDA Pro騙了 真的要用C語言表示的話 應該是透過這個 這個Elocat 它動態的在Stack上面分配Buffer 所以實際上不管我們長度給多少 蓋多少Buffer 這份程式碼一定沒有動 好 所以恭喜 我們得到我們的第一個Fact Bug 那這邊我想highlight一張 漏洞研究員的日常圖 那在做漏洞研究的時候 你首先會看到非常多的希望 然後發現沒動就是沒動 就跟我們第一年看Sonos一樣 然後接下來在你走投無路的時候 你會抓到一根救命稻草 然後結果實際上還是一個Fact Bug 找不到動就是找不到動 但即使如此也不能放棄啦 因為前面的痛苦都是為了讓你更了解系統 帶你找到真正漏洞的這個必經之路 好 那反正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之後 我們還是找到了一個真正的動 那這個動也是在解析metadata上 只不過這一次是在mp3的這個id3 tag 那以下是一個簡單的id3 tag的這個標籤格式啦 那一個mp3的id3 tag可以包含非常多的frame 那不同的frame可以用來存不同的資訊 例如說tpe1就是用來存作者 conn就是用來存註解的 那其中這個frame size 是用來表示下面這個frame data中的資料 那在mp3的規範中 這個資料一定會是一個自傳 好 那sonos的工程師 就是為了接下來不想要讀到noobyte 所以製作聰明的把拿到的frame size先減1 他忘記先判斷是否為0了 所以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很簡單的integer的underflow 那當然事情沒那麼簡單啦 我們還需要把一些flags射起來 讓整個解析mp3是在一個synchronized mode上 才可以觸發這個漏洞 那這邊細節就不講 之後漏洞的轉化其實也沒有很難 就我們可以把這個integer underflow 直接轉化成一個buffer overflow 就爆了 好 那利用過程也沒有很難啦 那由於他沒有開pie以及stack canary 那我們直接透過rlp把str cas cmp的got直接換成sync system 就輕鬆解決 真的很簡單 好 那第二年的總結 那首先第一個是 就是我一定是找到好的攻擊面可以讓你試半功倍啦 那例如說這次就是完全從 sonos開發者手寫的這個metadata的parser下手 那就超簡單 那對自己的反思的話就是一開始在 花了太多的時間在錯誤的路上面嘗試 那這裡我指的這個是一開始硬體那一塊 那我覺得try and error其實不是問題 但是再沒有知識 再盲目的在那邊try and error 這個其實才是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的反思是 在完全不知道把時間花在無所謂的嘗試上 你不如先花點時間 認真的去補齊一些硬體的基本知識之後再來嘗試 那這樣你就不會花太多時間在錯誤的道路上面 那另外一個反思是 自己是不是太早放棄fasting了 因為同一年的另外一個隊伍 他們所找到的漏洞 那看起來就是在我一開始講的這個 解析音樂格式上的fasting 解析音樂格式上的這個地方fasting到的 那感覺那個可以很容易的fast到 那最後一個反思就是 就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記得把手冊讀完 那例如說在做硬體DNA attack的時候 我插上去完全沒反應 那我卡了一個週末 假如說我有花時間 把它的那個open source的那個手冊慢慢讀完的話 應該就不會卡了三天在那個上面 好這個是第二年的反思 那接下來來到第三年的這個punt to own 都看了兩年了 那我為什麼還要再選擇同一個目標呢 那這次的理由單純就是因為太香了 那由於去年只花了差不多不到一個月 就有快要兩百萬台幣的進帳 我整個被金錢蒙病了雙眼 那我覺得第三年應該可以照一樣的模式 輕鬆致富 不過這邊我可以先爆雷一下啦 第三年完全沒有輕鬆致富 我花了整整三個月的時間在同一個目標上面 在比賽開始之前 那剛好是去年的這個HICOM會場 那我遇到來自NCC Group的朋友 那我們在聊天的時候他說 欸 你知道SONOS已經把所有保護全開了嗎 欸 真的欸 幹 那整個漏洞利用起來感覺變得更麻煩的感覺了 同樣是漏洞研究對比昨天Lasel VPN的講者 別人是保護全開 外加一個Command Injection可以直接打進去 OK 好吧 好 那我們的第三年 好吃繼續吃嗎 我們還是食髓滋味地 繼續挖掘我們去年覺得好挖的那個攻擊面 也就是PassMetaData那個地方 那 真不愧是我挑的攻擊面 馬上又找到一個新的問題 那我們去年看到的是在MP3解析MetaData上面的問題嘛 那這一次是MP4 那MP4中所有的MetaData都存在一個叫做Box的結構中 一個MP4會有非常多的Box 那每個Box由SizeType以及它的Data所組合成 那其中它在解析FTYP這個Box的時候 開發者直接將BoxSize當成AeroCard的這個參數 直接在Stack上面去Allocate Memory 那接著再讀進去 所以這裡我們有一個任意大小的一個AeroCard 那這相較我們最前面的那個FactBox 好像更有搞頭一點了 這個是我們在解析剛剛講的那個Box的StackLayout Layout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區域變數 下面緊貼的就是當前的這個ReturnAgures 那這時候我們的SP也就是StackPoint 指向區域變數的這個最頂層 那在使用 如果要使用AeroCard去動態在Stack上面分配記憶體的話 差不多會像是這個樣子 那透過對SP做減法 那去把Unuse的地方當成可動態配置的這個Buffer 那接著當前的函數就可以對這個新Allocate出來的Buffer做任何的操作 那當函數結束的時候 它又會將SP給拉回來 所以原本寫的東西又會變成垃圾 沒有用也完全影響不到下面的區域變數 或者是ReturnAgures 那任意大小的這個StackAllocation 一開始看起來可能很沒有用 不過如果你往宏觀一點的方向向 由於整支程式是一支MatiThreading的程式 那每個Thread都會有自己的ThreadStack 那又我們可以任意在Stack上面 AeroCard這個Size是一個32bit的整數 我們能不能稍微跨大一點 如果剛好上面有其他人的ThreadStack 我們就可以直接跨過去把別人的ThreadStack給寫掉 例如說像這樣 我們Allocate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跨了一大片之後 然後去寫了四個Byte 然後寫完之後我們的SP又會被拉回來 絲毫不影響後面的流程 那最後要寫掉的地方 如果我們可以精準的控制它 那這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好用的漏洞 那其實這個行為有一個專有的名詞 叫做StackClash 好 所以實際上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任意的StackAllocation 把這個Bug轉化成一個StackClash的漏洞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怎麼透過這個StackClash 把它轉成任意讀任意寫去做更進一步的利用 那其實中間我忽略掉非常多的障礙啦 例如說ThreadStack的Layout 其實沒有那麼的穩定 那而且我的StackClash 在寫其他Thread的時候 其實有side effect的 所以但由於今天時間的因素 我只想介紹一個比較特別的障礙 當其他所有的Thread都在跑的時候 那其實在那個時候 每個ThreadStack的這個Frame隨時都在變動 你要怎麼在對的時間點去寫到對的地方 例如說 那我們回想起我們在Web Debug的時候看到一個功能叫 叫nslookup 那透過逆向我們發現它的實作 是透過呼叫系統函數叫 gethostbyname的這個系統呼叫 那這裡我們就有了一個想法 我們可不可以跑一個客製化的DNS Server 那我們在透過這個nslookup送出去 去戳向我們DNS Server的時候 我們故意delay幾秒 那當我們delay的時候 那這時候sonos這時候的costack 一定停留在這個呼叫gethostbyname上面 那這時候我們不就可以完整的控制寫錄的這個時間嗎 那利用這個方法 我們成功透過StackCrush這個漏洞 做出Leak 而任意讀 跟做出Leak 還有PCController的這兩件事情 好 那我們最終在9月19號的時候 繞過所有的保護寫出的漏洞利用代碼 那我記得那一天啦 是我們研究組的Regular Sync up 那我還在跟組員炫耀說 欸 我的方法超帥 超優雅 那結果隔天的時候 那我只出了更新 直接把我的洞給修掉 所以這邊我想再highlight一下 前面講的那張漏洞研究員的日常 那我覺得它後面應該要再多加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是 當你找到的洞被偷修的時候 OK fine 至少我們還有兩個月 大不了再找一個洞 大不了再找一個洞嗎 好 那原本我想繼續挖 我一開始覺得 我很天才找到了那個攻擊面 但是看完一輪之後發現 那個攻擊面的洞應該都被我挖光了 那不得已只好動動腦筋 想一下有沒有其他好吃的地方 那由於SONOS使用到了非常多 open source的程式 直接去看open source的這個程式碼 可能也是一個方向啦 但是我覺得投資報酬率沒有很高 所以暫時先擱置了 那我還是想針對他們的系統本身 就是open source的專案 為了順利的跟他們自己的系統 串接在一起 一定會有一部分手寫的code 要跟系統去做整合 那部分如果開發者沒有相對應的經驗 或者是對那個open source的這個套件不熟 感覺寫出問題的機率不低 所以說我們把目光轉向 他們在使用open source 這個integration串接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 SONOS使用了大量XML 作為資料交換的格式 那在XML的解析上面 他們使用了這個libxpad 我不知道有沒有念對 沒差 這套open source的專案 那首先這個open source 是一套世界知名的 XML的解析的函視庫 那其實已經經歷過大量的 社群人士的測試 所以facing其實應該我覺得是沒有用 我們可以先假設這個library是安全的 但是在使用這個library的部分呢 那由於XML的解析不是丟丟library就好 就是開發者還是必須自行設定 例如說遇到相對應的tag啊 或是他的資料要怎麼處理 所以在正常的使用上 開發者會設置非常多的這個user callback 那這些user callback 正是我這一次覺得有搞頭的攻擊面 好 那這個是在解析某一個XML的時候 開發者所寫的一個callback 那由於這個library的convention 就是開發者一定要在一個callback裡面 處理所有的這個XML tag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這個callback裡面 判斷了block跟parent的這兩個tag 當遇到block的時候 他就新增一塊記憶體空間 那遇到parent的這個tag的時候 就把資料塞到相對應的記憶體空間裡面 那這裡他有判斷這個block的數量不能超過十個 不過他的判斷只寫在block內 所以他可能原本預期的這個XML格式長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block對應兩三個parent 然後超過十個就不再繼續處理了 但是開發者沒有想到有這種形式去表達XML 我就直接到最後再去閉合這個block就好了 那因此他在做對這個parent寫直的時候 就有一個ooob writer的一個存在 好那這邊我們也省略了各種無聊的細節 例如說他的這個寫其實是兩次de-reference後的ooob 那或者是XML的這個所有的payload 都不能存在non-utf8的資源 因為他是XML 那反正這些我都一一克服了 那反正我有一個ooob writer可以任意寫 但問題是sonos保護全開了啊 那就算我們可以任意寫 我們也不知道要寫去哪裡啊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一個info leak 去洩漏記憶體位置 那我們重新檢視了一下 所有跟自傳有關的操作 那我們發現了一個我們在第一年漏掉的漏洞 那這個snprintf回傳的結果 有機會比你給的size大啦 所以程式如果假設回傳值size不會大於buffer 而直接使用的話會導致蠻多問題的 那這邊是他在做SSDP封包廣播的時候 會把snprint過後的size直接給廣播出去 所以等於我們這邊有一個raw的info leak 那這真的很不應該啦 我說這是我想對我兩年前講的話 對 不過其他隊伍在這兩年 在前兩年也沒找到這個洞啦 所以說他們跟我一樣不應該 好 反正現在人證物證都有了 我有任意地址寫入 我又有info leak 所有該具備的條件都有了 那我們成功地在10月18號 把整個exploit給train起來 然後並且順利地 在隔天看到sonos又上了一版更新 是巧合嗎 我不這麼認為 那我們馬上看到更新 就去看到底更新了什麼 我們發現 有漏洞的程式碼還在耶 但是怎麼戳都不會crash 隨著更深入的逆向 我們發現sonos把整個架構大改 而且精準地 把可以戳到漏洞的這個入口點 整個拿掉了 那所以說就算有漏洞的程式碼還在 我們也碰不到了 因為入口點整個被拿掉了 是巧合嗎 我不這麼認為 所以現在我們只剩下一個info leak 這種種的時間點 也巧合得太不可思議了吧 我們想起啦 我們在第一年有觀察到 sonos會自動上傳它的crash dump 但是感覺他們應該沒有在看啊 如果有在看的話 不然我們第二年怎麼可以打得那麼輕鬆 但是在當下 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們開始認真地分析 每一個crash dump了 但我們事後也問過一些同行啦 那他確實他們也有一樣的感覺 喔 好吧 你就接受吧 那反正我們還有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 動再挖就有了 那就當花了一個半月 學了一次乖 不要鐵詞 然後 一個月就這樣過去了 一事無成啊 我們幾乎用光了所有我們想到的idea 那這邊是我們一些失敗的嘗試啦 那主要都是針對他們工程師自己寫的這個code的部分 那我們也 終於不再鐵詞地開始嘗試了發行 但時間剩下兩個禮拜 還是一事無成 那而且因為他們把程式碼都放在私人的github上 我甚至想去害掉他們的github 好 靜下心來 靜下心來 我們來回顧一下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找到什麼漏洞 我們把我們找到漏洞的這些主因是什麼 想一下這些漏洞是怎麼在開發流程中出現的 工程師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寫出這些洞的 那接下來是我們如何找出這些洞的variant 就是類似的漏洞 那我覺得很好笑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一件超好笑的事情 我們在檢視我們找過的漏洞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 我們在第一年找到的那個fake bug嗎 那由於它第二次的讀取長度 是根據第一次收到的byte決定 所以我們可以寫最多255個byte 但因為buffer是使用error卡動態從stack上面分配 導致這個漏洞是一個fake bug 但我前面不是說過在一個月前 在十月初的時候 sonos送了一個更新導致架構大改嗎 那個fake bug 從原本因為動態分配而導致不能用 不知道是不是regression testing沒有寫好 它的那個buffer變成寫死的震動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buffer的大小 直接變成寫死的184 那我們又可以塞最多255個byte 對 所以我們可以寫出去最多7個指標 那剛好可以控制到program counter 那變成了一個非常極限的buffer overflow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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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記得要拔掉網路線了 那這也是我們在去年punto wrong 實際用到的漏洞啦 那最後來講一下第三年的一些反思 那首先我很高興我努力到最後一刻了 那這次真的是滿滿3個月 7成24小時從頭認真到尾 那我給自己的反省是 第一個我自己對於binary相關的漏洞的coverage 還是不太夠的 例如說跟生命週期有關的漏洞 或者是我們第一年漏掉的那個smprintf 自竄處理的漏洞 那第二個是我們在看的過程中 在想要不要去對open source 去做更進一步的review 我被那個 他使用到的那個libsmb2的這個名字裡面的smb給嚇到了 那我以為它是一個很麻煩的library 結果 在比賽結果出來之後 我發現其他兩個隊伍 都是利用libsmb2上面的漏洞 那這對sonos來說應該是一個相對的短板 那這邊就是我因為被名字嚇到 而沒有往這個方向下去嘗試 那第三個就是要反省自己的 習慣真的不太好啦 那例如說如果我一開始 先好好的去把lab的環境設定好 那這樣crash dump也不會自動被上傳回去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就是給我自己這三年來的這個旅程 下一個小節 首先是可以堅持下去真的很關鍵 那我永遠記得 我第一次說要入侵Facebook的時候 差不多是在我高中2012年的時候 那過了四年我真的打進去了 一個禮拜打不進去 一個月打不進去 一年打不進去 十年總該打得進去了吧 就像如果我第一年沒有找到洞 就直接放棄sonos的話 那今天應該也不會有這份演講 那或者是我在最後三個月 沒有堅持到最後一刻 覆盤去看到那個Facebook的話 那今天這也不會是一個成功的故事 但是雖然說堅持很重要 我覺得在對的路上堅持更重要 那在漏洞研究中 或者是在漏洞挖掘上 這個意思就是 廢寢忘食找漏洞很重要 但是你要在對的 Attack Service上面找更重要 縱觀我這三年找到的這些BUG 這三年我總共找到了六個BUG 有三個是跟我一開始想到的 那個Attack Service 就是專攻開發者自己人工手寫 去解釋音樂Metadata的那塊有關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好的方向 所以兩個加在一起 其實就是堅持下去啦 直到你找到對的方向 我覺得是蠻像在把它當成 打一個很難遊戲的BOSS 那你就算打不贏 每天至少花一點時間在上面也好 那學到新東西 你就可以想想 能不能套用在你的目標上面 那失敗就算了 至少你多知道一條路 是不值得走的 那所以說我還蠻喜歡洗澡的啦 就每天邊洗 就會有不同的idea冒出來 然後越想越興奮 那洗完澡之後 就馬上打開電腦 去驗證自己的想法 到底是不是對的 小屁啊 好 那最後想分享一句話給大家啦 那這個是2018年度 最具影響力的遊戲 《蔚藍山脈》裡面的一句話 對你的死亡次數感到驕傲 因為你死越多次 代表你學到越多 那這款遊戲 在2018奪下了 年度最具影響力的遊戲 跟年度最佳的獨立遊戲 這兩個大獎 那也是我自己 遊戲排名裡面 No.1的遊戲 那整個遊戲 對於成就感的 這個回饋機制的設計 應該可以說是教科書等級的 那也順便分享給那些 如果你現在卡在某個點 遲遲無法推進的人 那玩玩放鬆一下 那說不定也可以當成你某種成就感的來源 加油 好 那這邊其實就是我 這邊其實 我的分享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啦 那這邊是我的一些聯絡方式 無論實體或是虛擬 那有任何問題歡迎都來找我 謝謝大家 好 那因為時間因素呢 現場就開放一個問題 有人想問嗎 好 不要來踢管啦 我只是想問一個問題說 Stagger Clash 那個洞可以成立的原因 是不是晶片沒有開Virtualization 就是沒有開晶片層的虛擬定值 因為理論上 那個跨執行序的Stack 要可以寫前提是沒有開DEP 執行序本身的Stack 是可以開DEP保護的 那他是不是沒有開 執行序本身的可以開DEP保護 我不懂晶片那邊 但是執行序本身有DEP 你的DEP是DEP嘛 對不對 類似那種概念 就是你要out of boundary 往上寫的話 理論上應該在現代的Windows 作為系統或Linux 其實會觸發到 晶片會阻止你做這件事情 欸 我不知道 因為他CPU應該是蠻舊的 你想想一個 embedding的System 怎麼可能用到什麼 超高大上的CPU之類的 蠻合理的 對 但是其中的確就是 StraightStack 跟StraightStack 之間有那個 Stag 不是Stag 那個叫什麼 GarPage GarTable 有GarTable保護出來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剛好 落掉GarTable這樣子 對 那由於我們寫的東西 又是Data的 就是對它來說是Data 所以說 感覺不會抽到 你剛才講的東西這樣子 了解 謝謝 對 好 謝謝 好 那應該就 差不多了 好 那我們再次感謝Oring 帶來演講